我發現已經死 我頭髮好像磨人啾啾喔 感謝你們上一集的熱心啊 那不知道上一集的呢 我來給你們解釋解Sale 我們主要是到了七個傳說有靈異事件的地方 拍了這些照片 第一個是二樓的頭路 第二個是倒掉的女子 第三個是洞口的屍體 第四個是中血遊樂場 第五個是無人的走廊 第六個是怪聲的平台 第七個是恐怖停車場 路往提供給我很多的資訊 我把這些資訊全部整理起來了 我們就來一一解析吧 但是我們解析我們不是要靈異的方式解析 我們要用科學的方式解析 如果你要用靈異的方式解析的話 你就會像這樣子 什麼都很像臉 很像頭 所以呢我們用科學一點的方式來解析 那我們先從第一張上面看下去 第一張照片呢 路往有提供給我線索 總共我統整出三個 你把它調掉之後 一一分別給你看 我們先看左上角 左上角呢是一個小人的圖案 這個圖案其實 你也不能確定它就是一個靈異的東西 畢竟那裡是轉折處 它有陰影 那我們也說不準 所以這個我覺得不構成飄點 那我們接著看第二個 上方這裡 有兩顆眼睛 然後搭配一個微笑 那這個也是蠻多網在討論的 但是這個其實也還好 沒有什麼特別靈異的地方 最右下角這個我就覺得很好笑 很多很多人在講這個 但是這個東西 它就是階梯啊 我怕為什麼這麼多人會討論它 總而言之我覺得第一張這個照片 是沒有什麼特別靈異的點 我真的覺得可怕的 在後面有兩張 我真的覺得蠻可怕的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第二張這邊呢 這裡也是總共網友幫我們統計出三個點 那我們先看最左邊這個點 是網友說上面這裡有一張點 但是其實我現在把它調亮之後呢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樹枝啦 然後再往右邊看 這個樹上面有一張臉 我覺得這個臉長得像那個 飛電小女警跨野財大軍 第三個點呢 他們說有個不明的漂浮物 可是其實你仔細看 這邊是有連一條樹枝過來的 往上延伸看 很明顯就是樹枝 好那我們來看第三張 第二張這裡呢 也是統計出來我覺得三個 比較有討論性的點 大家一直說這裡有一個女生的頭 但是其實他就是這個男生而已 然後他們說下面這個頭下面有一個像頭 頭的東西 但其實這個也只是那個男生的衣服而已 接著呢我們往左邊看這裡 像是一個女生藏在樹後面 這張我把它調亮 調紅外線之後 結果變成這樣 這裡有出現一團黑黑 紅紅的東西 但是特別跟旁邊的東西是區隔出來 如果它是樹葉的話 它應該要跟上面一樣 是整個融入背景 所以我覺得這一張 比較說不過去 電線桿 旁邊的這棵樹 上面就會有一個女生頭出現 可是 現在怎麼看都不像 如果我們重回當時的感覺 那我們再看第四張照片 很多人在討論的就是 這個蝴蝶在動我們啊 但是這個蝴蝶應該本來就長這樣 然後後面這裡有兩盒東西 對那個東西是廣播器 這一張照片比較 令我覺得奇怪的地方是 就是調亮這樣夜市功能去看 其實後面這裡有一個很像人影的東西 因為它是靠一欄杆上的感覺 最後還有就是下面這一張點 因為整張光源已經混亂了 也是看不出一個說意欄 所以我就帶不到現場看吧 走 下一張呢 教室這裡 也是後面有一個人的臉 我不知道為什麼後面都有這些人臉 我覺得比較怪的是這裡 有一個像是白色衣服的女生 但這個有可能是他們教室裡面的白色 所以我就帶人回到現場看看吧 你看 白衣服出現 就是我剛剛講的可能是他們教室的白色 所以白衣女子 沒有這個東西 那第二點 第一個紅色衣服的男生是在這裡 第二個 第三個男生在這 所以是後面出現一張點 那這裡是完全沒有 任何可以有臉的跡象 所以那個也可能是 對 然後第四張這個是唯一一個 我覺得比較奇怪的地方 就是圈這裡 有三根垂掉下來的東西 有點像是頭髮 所以我們那天就是在這裡 然後我們是看到 上面這裡有三根垂掉的 像是頭髮的東西 最後一張 地下室 這張是我覺得最可怕 最可怕的 第一個是粉紅男生旁邊的東西 那時候第一次看我 我就有點發毛了 我們後的影子喔 全部都會蓋住後面的東西 所以 這個東西是在影子前面 重點是我們後面也是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我又調夜市 又調後外線 又調Gamma 然後我發現 這個真的是蠻讓我肌皮疙瘩的 我真的不知道這一塊東西是什麼了 這個我真的無從得知 然後第二個點是 第一個影子 我的影子是往左邊45度 然後我們先跳去看 左邊的影子 左邊第一位的影子 也是往左邊四處渡 第二個也是往左邊四處渡 第二個也是往左邊四處渡 第三位也是往左邊四處渡 然後頭髮尖尖的 是很正常 那接著呢 我們看到第四位的影子 感覺是被粉紅衣服的人擋住了 然後他右邊這位 白色衣服外套 戴眼睛的男生呢 這影子就是 這個影子 那橘色帽子的 這個同學的影子 就是這個 頭尖尖的這個影子 他的帽子頭尖尖的 那問題來了 後面這一位 隱藏在暗處的同學 他的頭髮 為什麼會變馬尾的形狀 好有可能那假設 假設他可能是戴了帽子 所以有了馬尾的形狀 好成立 那再往右邊看 那這個 另外一個馬尾的影子 又是誰的 這個是我 非常非常非常 confused 非常感到疑惑的一個點 對 當時就是這個樣的場景 一模一樣 後面出現頭的是這塊 對 可是這塊真的 沒有任何的東西 我們現在看到了 這也是一個誤解 所以我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子 為什麼那些地方 會特別多出來一個東西 這些問題我就 不太懂 那這個影片 我就不做後續感言了 對 因為我自己還沒有得到一個解答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有照一日 有解答的時候 我可以再來 告訴你們這些 到底是什麼原因吧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 差不多到這 如果喜歡YouTube頻道的話 可以幫我訂閱 分享喜歡 謝謝大家我是王光 祝大家新年快樂 掰